同学们大家好 那本章呢我们就进入了应用层的学习 前面呢我们对于网络学习了很多内容 包括这个概述片对吧 概述片我们学习了这个数据链路层以及物理层的 然后呢我们又学习了这个网络层 还有这个传输层 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进入了这个应用层的学习 那么应用层呢是离我们用户最近的一层 我们很多时候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应用层里面的软件 或者说一些服务来使用这个网络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同样来回顾一下 这个应用层它位于哪个位置 那么应用层呢它位于这个TCP IP试层模型里面的第四层 它是位于这个网络接口层 网络层和这个传输层之上的 那么对于这个ISO层层模型呢 它就包括了这个应用层表示层和绘画层了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不会具体的去区分 什么是表示层什么是绘画层 我们会把这个应用层表述层和绘画层呢 都认为是完整的一层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应用层去学习的 那么对于应用层呢 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它的工作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知道了 传输层呢它已经是工作在这个中端设备的了 那么理所当然呢 在这个传输层之上的应用层呢 它也是工作在这个中端设备的 包括我们的计算机 手机等等呢 都是应用层工作的一个位置 它主要是工作在这个终端设备 那么对于应用层呢 不管是这个软件还是协议呢 都是非常多的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应用层之下的这个传输层呢 它已经提供了完整的通信服务了 也就是这个应用层呢 它不需要管理这个通信服务 它只需要网上对接用户提供丰富的功能就好了 所以呢 对应用层 其实它的协议 或者说它的软件呢 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本章呢 我们会对一些主流的应用层的协议 进行一个学习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应用层 它主要是面向用户的一层 它主要是为用户解决问题的 而对于应用层下面的所有层呢 包括这个 从层层 网络层 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呢 它们都是为了提供一个完整的通信功能而服务的 那么对应用层呢 其实很多软件所使用到的协议 包括这个FTP HTTP HTPS ENS 挑列等等呢 这些协议都是属于应用层的一些协议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在应用层定义自己的协议 那么这些面向重设成编程的协议呢 也是可以认为是应用层里面的内容的 所以呢 应用层里面的内容非常广泛 也非常的繁多和丰富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里面的应用层 我们也先对之前所了解的UDP和TCP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么因为这个UDP和TCP呢 它是两类非常不同的传送层协议 所以呢 在这些协议之上呢 也会有不同类型的一些应用层服务 比如说这里面的UDP呢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这个多媒体分发的一个功能的 那么包括这个视频 语音 或者说实时信息呢 它更多的是使用这个UDP来进行分发的 因为在这个多媒体信息分发的这个场景下面呢 即使你这一秒的数据丢失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下一秒呢 我们又会有别的数据来进行这个展示 比如说这个网络视频直播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一秒卡顿了没有关系 那么下一秒呢 又会有新的数据给填充进来 那么对于别的一些实时信息的展示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股票的走势 对吧 那么即使你这一秒的这个股票的信息丢失了也没有关系 那么下一秒呢 也会有新的信息给填充进来 那么用户呢 关注的是这个实时信息 那么对于过去的这个信息呢 即使你丢失了也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UDP的这个应用场景 那么与此相反的呢 就是这个TCP了 那么TCP呢 它主要是提供了这个数据的可靠性 以及数据的这个完整性 所以呢 对于这个TCP 它更多的是进行这个可靠信息的传输 比如说这个金融交易 不允许出现任何的错误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可靠通信 以及一些消息对类等等呢 都是利用这个TCP来进行工作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UDP和TCP的一个使用场景的不同 那么前面呢 可能同学会认为说 UDP这么简单 它应该没什么用处吧 那么到这里之后呢 同学们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这个UDP 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场景的 那么包括我们后面所学习的很多内容里面呢 都会有这个UDP的身影 那么对于应用层 其实每一个这个应用层的协议呢 它都是为了解决某一类应用问题而存在的 比如说视频领域 或者说音频领域 或者说文字领域等等呢 都是应用层需要解决的特定领域的问题 那么因此呢 应用层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进行这个定义应用间的通信的规则 这里面呢 就包括这个进程间通信的这个报文类型 比如说这个请求报文和易打报文呢 就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报文类型 那么又比如说这个报文的语法和格式 那么不同的应用呢 它们的报文可以自己去协定 但是呢 如果说同一类应用 它们之间需要相互通信的话 那么它们就要协商一致的这个报文的语法 或者说格式 以及这个应用进程发送数据的时机和规则 比如说什么时候呢 可以发出这个请求报文 什么时候呢 可以进行这个应答 那么这些呢 都是应用层这个软件需要去做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应用层的主要功能 它主要是需要定义 应用间通信的一些规则 那么这本章呢 我们将会对一些这个应用层的协议 或者说功能呢 来进行这个介绍和学习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进入本站的学习吧 那么这边呢 我现在讲了 我现在讲了 这边的一个设计 你就在设计